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在海上 AB兩艘巡航艇 相距兩反 同時測得 空中一個無人機 它的陽角昏北是30度 跟45度 若此無人機 測得兩艘巡航艇 的四角為45度 我這樣測下來 這個張角是45度 四球無人機高度 這個高度我叫H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 我假設 這個 BC長度叫A 那AC長度叫B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看 這個A跟B的關係 這個A的話 等於多少 A的話是等於H 除以多少呢 除以35度 事實上就是那個Cosecond 不過通常Cosecond 我們比較不熟 這個H除以45度 為什麼? 因為H是等於A 45度 那B的話呢 等於多少? B的話是等於H 除以330度 因為H是等於B 乘以330度 330度 這根號2分之1 所以這是根號2H 那H 這2分之1 所以這是2H 那現在呢 現在呢 現在這個是45度 所以我就曉得說 我就曉得這個 用余顯定理 200 200的話等於多少呢 這個平方加這個平方開根號 不過我們有H可以抽出來 把H 那根號多少 就 根號2的平方吧 加2的平方 那減量多少呢 減量2A 2乘以根號2 再乘以2 那cos幾度? cos45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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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約掉 因為這根號2分之1 這個就約掉了 減4嘛 這4就消掉了 所以這是根號2H 所以H等於多少呢? H 就等於 根號2分之 100 他乘以根號2 100乘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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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2除以根號2 就是根號2嗎? 算是100根號2 所以答案是100根號2公尺